2023年1月14日 广州市检察机关依法已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提请批准逮捕的天河1月11日驾车撞人案犯罪嫌疑人温某 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据此前报道 1月11日17时25分 广州天河路体驱东路口发生一起小车碰撞行人的交通事故 目前造成5死13伤 接报警后 广州交警迅速派员赶坡现场处置 并协助医务人员救治伤者 目前涉事司机温某男22岁 广东接洋人已被警方控制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今天事由于观察官方的组合 丶起序处理中 把警方扬换成了 丶起序处理中 所患者的费判 预防